竹语课程不被重视 常被挪用 我小时候 是不是像体育课一样 对 为什么一直考试 难怪我们都发跑 这是小体育课 不是啊 就是我国小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竹语课是在早自修 对 你有去早自修吗 我没有 好 就是我少数去的那几次呢 就是可能就是老师说要考试 或者是就是你必须要在竹语课 跟那个考试里面选一个 要不然没有成绩 然后要不然你可以去上竹语课 就是你自己选 然后可是就会你会很痛苦 就是我也很想要上竹语课啊 可是就是他就在一个 很不适当的时间点 然后我还想要特别分享 一个地方事情是 就是我 因为我现在有在上竹语教材的课程 然后那个他不被重视的部分 还有包括那个 有一个学 有一个老师分享说 他在上竹语课的时候 他是在那个警卫式的茶几上课 为什么 因为学校没有要提供这个堂课 我以为警卫也是 是警卫啦 想要听啦 想要听 真的是整个除了软体 硬体到师肢 都有很多的问题 那第四个是 过去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 有没有 现在其实都也都在 逐一的改进 然后可是我觉得是 教室这件事情是比较 比较严重的 空间吗 对 空间上的问题 对 还有再来就是 还有再来就是教材 我们 我们试用的教材 非常的少 那比如说像 逐语一乐园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 拿来做补充教材 可是我们现在也只能 是一直去逐一乐园 点那个 就是现在好的地方 就是很多的逐一老师 因为透过知能的这个课程 那他们不断地在进步 所以呢 他们也学会自己 自编教材 我觉得是有这一方面的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问题 然后也慢慢有在改 对 其实大家都在进步 在学校里面 学习语言不是只有本土语 另外一个 更强的那个强势语言 也在学校里面 彰显了他的那个强势的地位 华语跟英语 我们看学校的空间里面 绝大部分当然 华语一定是站在 最重要的位置上面 是 另外一个 英语其实也更在后面 所以你看到 绝大多数的学校 都是华英语的 两个双语的那个空间 而且我们最近不是要推 二零三零双语 对 他完全性的在压缩 这个本土语言的空间 对一个学生来说 刚才提到嘛 就是说我们的课程 可能放在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 对 学生也会感受到说 包含排课的那个实数 内容 还有一个华语老师 进到学校的时候 被对待的样子 对 这会让学生更能够感受到说 我的语言为什么 会在这两个语言的夹 那个夹底之下 是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一个状况 所以对我们的孩子来说 学华语好像不像学英文一样 英文有一个情境式的空间 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学校 他有一个教室 整个把它设计成是 飞机的机舱 他们是为了要学习 在飞机上面怎么使用英语 可是你知道 华语连一个刚才提到的警卫士 我们只能被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其实学生会感受到 自己的语言 其实是不受重视的 也会感受到 自己的身份是不受重视的 所以会影响到 那个学习语言的动静 因为我爸爸不会讲 不太会讲华语 然后可是我很想学华语的时候 我第一个要找的人 就是找他 然后我为什么他都答不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 就是为什么 你明明离我乌乌更近 就是那个亲子关系更近 为什么你没有好好学华语 然后为什么你现在不能教我 然后我现在 在这个主流社会里面 我还要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才可以把你明明从小 在耳朵听到的话学起来 然后我就觉得 我错怪他了 就是你后来去知道 他的生活里面是 他在一个都是汉人 都在非原民的地方工作 然后他会被骂还 然后他会被歧视 然后会被掀弃 然后你再想到 就是那他怎么会愿意教我华语 因为那个是他很痛很痛很痛 就算他没有讲 然后我还错怪他 我妈对不起 老实说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 我刚好是想 你可能是有点骂爸爸 其实我是骂我自己 因为说真的 其实我爸妈都会讲族语 我的呼大师 就是我的阿公阿嬷 他们也都会讲 结果反而是我埋怨的是我自己 等我真的开始学的时候 我会听 但我不会讲 对我来说就是 他们曾经一直讲 但我从来没有认真 放在心里说 我要很认真讲不容易 如果等我认真 回过来的时候 我阿公已经不在 然后其实 他以前都会教我一些爆炸官 然后他拉走的时候说 结果现在我要讲的时候 我不太会讲 哎怎么要哭了啊 我要哭了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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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